中央台风最近在司法新闻上 也是很多的案件 整个打乱了各个地方政府的脚步 包括了新竹 延迟了两天才宣判了 新竹市长高宏安的案子 最近的最新的发文 是来自于他的公卫文王玉文 就是他助理里 唯一一位不认罪的王玉文 现在已经被解职 暂停的职务 所以没有办法 继续行使职务 高宏安自己本人喊冤 他的助理则是喊 他被判了两年 缓刑五年 可是他坚决的否认涉案 他说这辈子没有想到 真的会被判刑 虽然是缓刑也直言 人生被烙印的永远挥散不去 466块 是他所谓的贪污 但是却要判刑两年 缓刑五年 而高宏安王定宇直接攻击批评 贪污一审有罪 不应该再领纳税人的一分一毫 所以内政部直接决定 不再给他任何半薪 本来根据过去的惯例 在停职期间是可以给半薪的 他说全部不给 是内政部的决定要帮他喝彩 这个时候高宏安的事件 去打他贪污多少钱 11万 但过去其他民进党的 或其他的人 有类似的案例的时候 有出来这么的激烈 积极的来加以攻击或批评 或喊赞吗 例如才刚刚发生没有多久 2023年 民进党的前议员陈赖素美 涉嫌在担任桃园市议员期间 炸领助理费是多少钱 比一比是785万 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缓刑5年 跟现在高宏安的7年 是不是落差有点大 齿罗共权3年 但当然也有过去 这个梗图是说 这个差异这么大 但过去也有过14年 这很多年以前了 而近几年的案例 几乎都是像这样缓刑 相关的职权 还可以保住的机会比较高 所以高宏安声量 一下子也的确就在 民营党的这样子 包括司法 各个立委的攻击底下 声量负面 其实直直的上升到了43 当然还有公民团体 新鸟 说要接下来罢免他等等的 接下来的发展 PPT怎么讨论 中立选民觉得高宏安 判7年很恐怖 怎么说呢 因为有朋友主动 网络上的说法是说 主动敲说 赖心得好可怕 才46万 其实事实上大家还不知道 一开始看新闻 以为是46万 其实是11万 就要关7年人生都毁了 馆长他怎么说 听听他的说法 今天发生的这种事情 他们自己要去检讨 哪一个政党不用检讨 政党就是跟狗一样 四处能把他求人家 施舍一顿来吃 拿到政权之后 就从狗变老虎了 老虎在要到票就当神 当总统我们要看到赖神 不是猴行赖神 一样 你现在人民跟他讲什么 他会听吗 他会理你吗 很多人觉得恐怖 是恐怖在于这个司法 究竟是不是公正的对 不同政党 不同角色的人呢 柯文哲本命区在新竹这里 可能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那高宏安接下来可能的三种可能 虽然他已经退党了 已经不是民众党的身份 民众党的身份 但柯文哲形容 立委助理费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样 人人自危 过去有一些所谓的陋习或惯例 接着做有人出事 有人不出事 而高宏安的下一步会牵动未来的政局 新竹他还说不知道还会跑出什么 亡良鬼魅的 所以柯文哲会不会也是下一个 是从一开始当这个 郑文餐被办的时候 第一个被点名到的对象 所以防范与未然 有没有可能直接酝酿社副主席 有一个报道传出来 8月3号民众党要在高雄办 这个党代表大会 据传有一个可能性 直接提案要提出来 要由立委 前立委蔡碧如来担任副主席 避免到时候一出事 柯文哲出事之后 全部的制衡立委黄国昌等等 会被牵着走 显然这次新闻立刻就被否认 民众党立刻说 这个完全是以讹传讹 目前没有任何这样的提案 到底民众党接下来的未来怎么发展 柯文哲有没有可能下一个案子 现在有几个案子调查当中出事情 不知道 但一个看法在民间很普遍 觉得是屠龙刀 赖青的还要杀 党内杀完要围责三党 有一个媒体报导是明报说 独家拍到 郑文灿当天被押也就是三桌 三放 第三次放不了被收押的那一天 其实曾经拿着一堆的纸袋 跟法院文书跑来跑去 往返在台北跟桃园之间 不但跑了两家律师事务所 还把律师接回家杀盘推演 最后仍然没有逃过被收押的结果 所以赖青德总统只要是想杀 有钱打官司也没有用 因为过去郑文灿你看那么多年都没有事情 各种案子的调查都被迁结 这一戏就突然全部都通都要被调查了 那邱怡一直在喊说 下一个屠龙刀要砍蓝白 所有的人只要不俯首称臣 就会出事情 没有谁可以活下来 就包括蔡英文也可能会出事情 兵哥当然从郑文灿的案子发展到现在 高宏安这个案子 引起了很多司法界不同的看法 那的确这个金额跟比重 比例原则符符合引起了很多讨论 因为他 检察官起诉他引用的那个罪名 其实基本刑就是7年 所以他判7年4个月 就是其实也不算是重判 如果以他罪本身来讲 但问题是高宏安真的是符合这个罪 我一直认为高宏安看起来 包括他的助理王玉文 看起来是没有犯意 其实法官也是认为王玉文是没有犯意 法官在判决书里头直接讲 但认为他没有犯意还是判他 两年 所以这个是判的就真的是很重 那当然不管贪污多少 其实这种遇到这种罪通常都判得不清 像大家记不记得那个金色力量党的党主席 佟仲业 他其实也是类似的案子 他被认定的不法所得只有5万 你知道他当初判多少 7年6个月 其实判得比他还重 但是二审就减到3年10个月 就去服刑了 对 他后来去服刑 其实也已经假释出狱了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高宏安当然选择继续上诉 但是 我必须讲这个上诉的结果 大概不会太乐观 大概刑期会降低 可是呢 你说要真的全身而退 我觉得可能性不高 所以你看王玉文 他在感叹的时候 他写的那个意思就是 他虽然人生6下5点 可是他不会上诉 看起来是这样 因为他缓刑 对 因为他缓刑 可是问题是 就是被烙印了这样的 一个贪污的罪名 那为什么让大家觉得很不公平 因为刚刚你们这边也提到 这个陈奈素美 他结果是判缓刑 我跟你讲 陈奈素美判2年 然后缓刑5年 他是被判得很重的 你知不知道 因为民进党过去 像周雅玲 他们几个 也是都类似 都贪上千万 然后结果到最后你知道 判多少 判几个月 然后缓刑 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 这个陈奈素美 你算判重 如果跟高安比 那更不要比了 高安是被判得超重 所以大家就在质疑 高安真的是有这么 这么大的罪吗 还要被判这么重吗 那当然如果今天标准 大家都一样 不管蓝绿白 谁犯了这个东西 大家判的都一样 那就没话讲 我是鼓励 做这件事情 就是把它关得越久越好 但是大家标准要一致 然后像内政部 故意跳出来说 本来市长是有 停职还是有办刑 现在我们不给 王定宇在那边喝彩 喝彩你个头 请问一下 你根据哪一个条例 可以不给 我们要依法行事 虽然我也赞成 能够省一点钱 就省一点钱 可是他现在还没有 被判刑定验 他可能会负责 万一二审他赢那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们不可以 忽略掉各种可能性 请问一下 你到底根据哪一个条例 可以不给他办薪 你告诉我 我们难道不是把制国家 是人制国家吗 大家都在那边乱搞 然后更恶心的是 这两天有个新闻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支撤会 有提告公安 对啊 结果因为超过时效 不起诉 请问一下 支撤会不是要超过时效吗 他的律师是吃饱而撑的 没事干吗 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动作 目的已经达到了吗 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你知道什么目的吗 就是要告诉大家 虽然那个 他论文最后 案最后不起诉 可是他论文是有问题 他希望加强这个印象 目的就是这样子 不然的话他可避告他 明明时间都已经超过 他告他干嘛 可是他就是故意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整个案子的 政治符招痕迹太深 然后呢 民众党 其实我觉得反应超奇怪 这个判决结果是 我们早就可以预料到 那民众党结果好像一副完全状况外 等到真的公布之后 连科文哲都说一副 好像很意外的样子 怎么会判这么重 然后才开始慢慢有反应 我觉得民众党 这件事情太轻忽 我跟你讲 接下来 在秦主这个地方 一定会进行罢免 因为你现在案子都判下来了 民进党不会 有很多人说等 等到那个案子判决结果出来 民进党不会跟你等的 他们会立刻发动罢免 因为科文的时间已经到了 是可以罢免的 所以他们会立刻发动 然后一次歼灭掉民众党 在新竹的力量 民众党你们到现在 还没看清楚这件事情吗 所以怎么会掉以轻心 到这种地步 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 然后故意传出来一个 什么蔡壁如当副主席 这一听就知道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请问一下 科文哲跟蔡壁如和好了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真的不要再骗人 我跟你讲 现在所有的事情 看起来都幕后 都有政治黑手在操纵 民众党如果还这么天真 小心你们会灭倒 看起来这几个方向 这个就分化他们内部 但民众党一开始 在高宏安判决之前 其实就有新闻 也是类似这种分化的新闻 说民众党有两种战略 包括要把它直接开除党籍 如果是重罪的话 高宏安直接就做 我干脆直接退出 高宏安直接退出 等于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也给民众党一个台阶下 看起来是这样子 但是刚刚兵哥讲的很对 我觉得民众党真的是 在这一波反应比较慢一点 因为这个案子 不是今天才 不是这个礼拜才知道的 这个过去就可以先预料的事情 而且新竹对柯文哲来说 非常重要 这是他本命区 柯文哲前几个礼拜被传出说 不然我不选台中 我就选台南跟高雄好了 可是抱歉 这三都基本上民众党 机会非常的小 2026对民众党来说 能够守住新竹市 就已经是要给你拍拍手了 坦白讲 现在高宏安这件事情 对民众党伤不伤 当然伤 而且非常的伤 你接下来 你民众党第一个 高宏安没了 你接下来派谁去 邱成远吗 不是说邱成远不好 但是当时为什么高宏安能够起来 当然跟他的个人魅力 有极大的关系 再加上民众党整个氛围 可是这几年来看下来 民众党跟高宏安 好像你要说画上等号 又有点距离的感觉 在这地民众也看得很清楚 现在看起来 党内也没有其他明星 可以接棒这个地方 你说黄国昌 黄国昌真的跟新竹 有这么连结 那么深的渊源 他真的空向过去 新竹人就会买单吗 我觉得就是个问号 再加上现在柯文哲传出说 民众党要设副主席 其实也救不了什么事情 今天民众党多个副主席 就能救柯文哲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像兵哥讲的一切都太轻忽了 你没有做完整的一个沙坂队 现在民进党就是要断掉民众党 简单讲就这样子 你看这几天的新闻 各位千里的节目 有在讨论什么水灾什么之类的吗 当然没有 都没有 全部都在猛烘高红安 他连谢国粮都先暂时搁一旁了 全部在烘高红安 你就知道高红安跟整个柯文哲 就是他们接下来要一刀挥下去的对象 就是他们的流量密码 民众党现在看起来 当高红安事发之后 你看他们的党中央 或他们的发言人出来讲几次声明 然后说其实民进党也有一些情况 这个大家都知道 重点是你要怎么来帮柯文哲 帮民众党hold住新竹这一局 这个是民众党现在最重要的 如果新竹没了 坦白讲柯文哲2028可能也没了 想到先想就想到赖皮疗 想到你们家为贱 要打选战就得先要有一波司法战 高红安这一波被占下来了 接下来民众党 我觉得这个结果大家意外吗 我想不会有人意外 大家都知道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高红安这件事情 他一定是判下去 然后本情最低都七年 所以判这个七年四个月是完全 不出大家的意料 我觉得现在民进党 这个真的是 第一个目标是要把民众党灭 我觉得民众党还没有这个警惕的心 前一阵子 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 柯文哲那时候选总统的副手 吴欣盈嘛 是吴欣盈 他的父亲也被搜索了 我觉得现在检调就是针对民众党 都是用非常高的 这个检验标准在检验 那包括民众党 我认为他们 好像对司法还是有一些信心在 包括之前我们在讨论 国会改革务法的时候 我们在就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民进民众党里面有个的声音是 我们相信可能大法官他还是有他的自己一个法学的一个素养在 我们给我们不要这个我们也看看大法官最后会怎么做 结果他们完全就完全不演 直接直接在这个宪法庭就直接暂时处分了 所以说我想尊重司法 这是台湾人民过去常常讲的一件事情 但是尊重司法有一个前提是什么 司法是独立的 司法不是被政党给操控的 司法是公平的对待每一位民众 我想这个才是每一位台湾民众 在讲这个尊重司法的司法 他们自己司法体系必须要做到的一个前提 才会让所有的台湾民众来给他尊重 才不会有不同的政党 不同的候选人结果不一样 所有的 变成一种公主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